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半针管边叙旧边养生 下半后去按摩脚底 让一整天的皮肋都一消而散 现代人因为生活紧张 而常常身体不舒服 因而越来越重视养生 但大家往往都忽略了 我们的头皮健康 因为一般人可能不晓得 这个好像睡眠 对头皮好像没什么差 其实你睡不好头皮 一检测就知道了 除了睡眠不足 压力也会让头皮出状况 像是掉发量大增 出现白发等等 除了影响美观之外 也让人担忧头皮的健康状态 像是这位张小姐 半年前头顶突然大量掉发 稀疏的发量让她非常困扰 在发型师的推荐下 开始了头皮的护理及保养 体验一次我就觉得 感觉头发变得 好像比较不会出油 然后比较健康 因为那个凸真的很丑 然后我就过来做大概 做两次左右的头皮 就长细毛了 然后到现在六七个月 我的头发已经长这么长 张小姐做的这一款头皮保养 以天然草本为材料 着重保养头皮状况 同时为毛囊提供养分 护理发质从根本做起 它就是会让我们头皮的险菌 或者是一些细菌脂肉性皮肤炎 然后还有它的落发 落发量也会减少 然后还可以覆盖白发 所以它跟一般的头皮理疗 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还可以给毛狼养分 你长期使用之后 你的毛狼养分足够之后 它长出来的头发 就比较不会有自然卷毛躁感 然后触硬度也会变好 比较没有那么细软这样子 同时因为草本天然的色素 覆盖在白发上 会呈现亮丽的红色 因此不少人也选择用头皮保养 来代替染发 其实有白发客人来做头皮是最好的 因为有白发客人 他最多两个月就一定要染一次 一年染八到十次甚至十二次 那其实我们一年染超过三次 身体是没办法代谢 刚开始做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单一颜色的 它不是像一般的染发器说 你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 刚开始我也很阿Q这个区块 我说我这么老了 颜色这么个亮 会不会觉得很不配很不搭 然后呢就后来又想尽办法想说 何必呢 只要是我年轻 发质改善了 发质也变好了 发量也增加了 甚至于连你看这一抽都长出黑头发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头皮的状况越来越健康了 外表看起来更是年轻不少 这时候就该照顾我们内在的身体状况 从法廊上楼又是另一块养生的天地 这位于都市里的汉真房 是不少上班族保持健康的秘密基地 上班时间或空档时间或下班时间的话 随时想来就来 所以很方便 因为我自己蛮喜欢运动的 那汗症的话它又可以排汗 那排汗的话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另一位客人 佩真也是这里的常客 三不五时来到这里流流汗 让自己疲惫的身心都获得不少的释放 我有时候身体起来都会很痛 痛到要请假 要躺在船上躺一天 结果有在汗症之后 慢慢那个痛感就减轻 慢慢减轻慢慢减轻 在汗真房蒸了之后 我的皮肤会很油 亮亮的 很有油脂的感觉 很舒服 因为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酸性体质 就是汗真它会把你身体的酸带出来体外 它排出来的汗是酸性的 而且它不会碾 所以你排出来的汗 你等它收汗收干之后 你摸你的皮肤 你会觉得它是很滑 因为酸性到我们的皮肤上 它刚好是一个皮肤的保护膜 所以它会保护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比较美白 然后也会细致这样子 跟三温暖用冷热水胶体 促进血液循环的原理不一样 汗真房是运用奈米技术建成恒温式 通过加温和保温 快速释放出多种能量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因为汗真房它里面的所有的设备 就是像那个奈米贝啊 然后远红外线负理子灯 还有碧玺啊 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 盐灯 电气石跟电气石粉 这些都需要透过加热 才可以释放出它的能量 所以它就是靠这个热源 然后让它的能量释放出来 然后让我们的人体吸收 做代谢这样子 透过不同的养生方法 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及新陈代谢 是日常保健身体的好帮手 也让我们能拥有更强壮的身心 足以应付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